对我来说 创业的冲动 来自于一个简单的出发点 我想要做些什么 去改变这个世界 我和我的伙伴们 曾经做过多次的创业尝试 遇到一个共性的问题 就是资金 当时没有途径融资 从银行更借不到钱 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直到无意中 看到尤鲁斯教授 获得诺贝尔和兵奖的报道 他创立孟加拿穷人银行 为贫困人群 提供不需要担保 面额较小的贷款 我们深受出动 过往的精力都串联起来 这个就是我们想要做的 我们要让像我们一样 甚至是让所有 不被传统金融服务到的人群 都能解决资金的问题 2007年 我们正式创立了拍拍带 中国第一个互联网接待平台 作为一种创新的金融形式 它的核心问题是 如何创新地解决风险管理的问题 当时 国内没有完整的征信心 大部分的人都是信用白板 要对这广大的信用白板用户接待 拍拍带的解决方案 是利用互联网 和创新的技术手段 来解决信用识别和风险管理的问题 我们自主研发了 我们称之为魔镜的风控系统 通过大数据模型预测风险 谁有欺诈嫌疑 谁讲信用都能辨别出来 在传统审核资料的基础上 我们增加了多渠道 多维度的海量数据 以互联网加时代的思维 对用户的行为进行分析 构建风险模型 无论借款人的资质好坏 信用高低 魔镜都能准确地判断 并给出相应的评级 精准地做到风险定价 用收益来覆盖可能的风险 互联网结合金融 我们想要改变的是整个金融的生态 然而公司在早期 是不被理解 人们会说 你们太理想主义 而我们唯一能做的 只有更加拼命 2012年 拍拍带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 我们得到了恒山资本 军联资本 等著名风险投资机构的人口 公司的知名度 也在不断扩大 一路走来 最有成就感的 就是我们服务了大量的客户 拍拍带 就是为他们而进入 从线下到了线上 我们服务没有被传统金融服务到 也不愿被传统金融思维绑住的人群 有人互联网的帮助 金融的门槛降低了 不但可以服务到更多有需要的人 也另辟条西街 解决资金的代际流通 打开年轻一代的消费市场 要让金融触手可信 信用改变中国的梦想成真 不是指服务少数人 而是要能够服务每一个人 我们的初心从未改变 就是实现捧毁金融 改变世界